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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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件的建構式的呼叫 會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原則 再來第四個、第五個 就是要介紹Polymorphium多型的觀念 我們今天預計是希望 講到第五節多型的觀念 到這裡的觀念你有的話 物件導向的三個基本的要素 就是封裝Incapulation 繼承Inheritance再加上多型Polymorphium 就已經全部介紹完畢了 後面的這些內容 就是把繼承和多型的方法 應用到各式各樣的問題 還有使得說程式碼 會有更容易撰寫和思考的方式 包括像抽象類別 還有非常重要的介面 interface的觀念 還有多重介面等等 這個是我們大概要等到 兩、三週以後 再回過頭來介紹 這個繼承跟多型的 這一些更進一步的說明 那我們來看一下繼承的觀念 繼承的觀念我剛剛提到 最主要的就是要讓 這個程式碼能夠重複使用 那麼程式的重複使用 在我們之前學韓式導向觀念的時候 我們已經曉得 就是說如果我們使用 這個韓式導向的方式的話 那麼我們寫這個韓式 讓不同的主程式去呼叫 這樣也可以說是達到了一個程式碼重複使用的這個目的 但是現在我們有了一個新的這一種概念 就是這個類別的觀念 有類別跟物件觀念以後 那麼要進行這個 使得說這個程式碼可以這個重複使用 然後我們就發現一個新的天地 怎麼說呢 我們舉現在這樣一個例子 假定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個基礎的 類別的程式 class程式 calculator 一個計算器 那麼這個計算器的程式碼 給它兩個輸入的整數以後 它可以去計算兩個數的加減乘除 你可以看見它們都是open的這個韓式 而且底下有畫一條underline 表示說它是一個static的這個function 然後它的計算完畢的結果 是以一個整數的方式回傳 也許我們在某一個階段裡面 完成了一個叫做calculator的class 那有這些功能可以應用 那現在呢 如果說我們所遇到的這個問題 除了加減乘除之外 我們希望這個程式也能夠計算 這個某一個整數的這個密次方 這個多少次的這種函數的計算 那麼這種情況之下 那我們可以有好幾種 這個寫這個程式的這個方法 最簡單的這個想法就是說 好 我就另外開一個這個軟體的計畫 然後把這個calculator的內容copy過來 copy過來以後呢 我重新寫一個新的這個class 也許我就把它叫做advanced calculator 那麼它裡面的內容 應該也要有加減乘除再加上次方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呢 在我另外開的新的這個端案裡面 把這個加減乘除 copy過來 然後放到這個新的這個advanced calculator 這個class裡面 然後把它這個另外再寫一個叫做power 這樣的一個過程 也就是說我們把舊的版本 把它複製到這個新的版本以後 再加以重新的這個修改 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我們就可以完成這個新的需求 所以我們比方說這個是舊的版本 然後這是新的版本這樣子 好 那這種方式呢 那麼它也算是這個程式的重複使用 但這樣的程式的重複使用呢 你會需要把原來的這個程式碼copy 到另外一個這個程式裡面 然後去撰寫它的內容 那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當然這個比較有這個過程之中 比較容易有錯 因為你把這個東西copy到另外一邊 然後再去修改它 那這一定有可能有錯 而且搞不好你原來寫的這個function 經過一copy以後 發生的錯誤也說不定 好 那因此呢 這一種這一個方法 它的一個缺點就是說 這個cocora以後 那可能在重新斷寫的時候 會發生問題 那還有一種情況 這一個更麻煩一點的 就是說你也許會有這一個 原來這個程式碼的這個執行檔 但是你沒有它的原始碼 所以你想要利用這個class 來這個寫一個更加有多其他功能的 這個class 可是因為原來這個程式碼 你只有它的執行檔 你沒有它的這個原始碼 那你想要把它copy過來用 當然就不太可能對不對 好 那因此在這種情況底下的話 這種做法也並不是一個妥當的一個方式 好 那比較理想的方法就是說 好 我們問我們自己 如果說這個我們想想看 這個新的我們所需要的功能的這個類別 跟舊有的這個class的類別來比較的話 如果說這個新的這個類別所需要的內容 其中一部分跟這個calculator原始的這個版本 是一模一樣的話 那我們為什麼不簡單的就寫說 我的advice calculator 它是基於這個calculator 那裡面的東西全盤接收過來 然後你只要加一個原來這個東西裡面 所沒有的這個部分就好 好 如果我們能夠這樣做的話 那你很明顯的 你的這個程式碼的這個重複使用 又往前推進了一步 因為你只要註明我們的這個class 它這個繼承了就有的 這個class的全部內容 那我們只是在添加一些 原先這個class所沒有的這個部分 那麼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全新的這個class 但是裡面就有的calculator有關的東西 你全部都可以重複使用 而且可以不管它是2G碼 還是一個這一個open source的這個原始碼 你都可以用這種方式來重複使用 好 那因此這種概念 我們就稱之為這個繼承 那個inheritance 那麼我們現在就舉一個這個例子 來說明這種這個繼承的這種方式 要怎麼寫 好 首先我們可以看 這個底下這張圖 那我們從前面的討論 我們已經曉得 物件類別 還有類別裡面的成員變數 我們可以用一個表格的方式來呈現 所以假如以這個calculator來說的話 表頭的部分包括四個功能 就是加減乘除四個功能 對不對 好 那因此對於每一個calculator的物件 那你都可以有這個加減乘除的這個功能在裡頭 好 那現在呢 如果我們要求新的這個class advanced calculator 它去繼承這個calculator的話 那麼它就自動的具備有這個 加減乘除的能力 然後我們再加上一個 我們新天真的功能 就是這個power的這個次方的計算在這裡 那麼因此這樣一來的話 每一個advanced calculator的物件 它都能夠具備有加減乘除 以及次方的這個功能 好 那為了驗證這一點 我們就寫一個程式來試試看 好 那我們現在假定這個是主程式 主程式一開頭的時候 我們從console輸入兩個整數 而且假設它的輸入還包括運算符號 所以我們就根據它的運算符號 來分五個case 1 2 3 4 5 5個case 來用這個switch 把運作的這個符號 加減乘除 還是這個correct這些東西 作為switch 它的case分開處理的字緣 好 那因此 如果說這兩個整數加上一個 運算符號是加得好的話 那它就會把第一個運算的整數 跟第二個運算的整數 要把它加起來 把它加起來 那你注意到 這個時候使用的 加減乘除這四個東西 它現在都算是這個advanced calculator的 因此雖然你在advanced calculator這個class裡面 你並沒有寫怎麼處理這個加減乘除 可是我們在advanced calculator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到 它就註明它是繼承制 calculator 因此它自然而然的 可以使用Calculator裡面 public的這個加減乘除都可以 好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所以加減乘除都可以處理以後 那還有一個就是這個次方這個東西 那你也可以發現 我們可以呼叫 我們在這個advanced calculator裡面 定義的次方函式 然後去計算第一個參數 跟第二個參數的次方等於多少 然後把它運出來 好 所以這個是你使用 這個新的這個class的時候 它的寫法是這個樣子 就是你直接使用宣告它是 這個advanced calculator 那它自動會包含有這個Calculator的Name 好 那你要怎麼樣讓這個計算機知道說 你有包含這個Calculator這樣的觀念呢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是這個Calculator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都是public的四個函式 包括加減乘除 那這是基本的Calculator 假定你本來就有這個東西了 好 那現在我們要加一個功能進去 power計算 怎麼辦呢 好 我們做法並不是去修改這個Calculator的內容 而是寫一個新的Calculator class 叫做advanced calculator 然後這裡注意看這個地方有兩點 這兩點 這兩點點點上去以後 在著名Calculator 那這樣的一個寫法 這樣的一個寫法 那就表示是advanced calculator這個class 它繼承了Calculator 那因此當我們這樣寫的時候 就意味著右邊這個uml的class diagram 我們的advanced calculator這個class 它繼承這個Calculator class 那在uml裡面 這個繼承的關係呢 是使用一個直線和一個三角形箭頭 來表示哪一個class 繼承了哪一個class 所以在這個例子裡面 我們的這個advanced calculator 它繼承了這個Calculator的class 那因此在這個程式碼裡面 我們就直接寫一個advanced calculator 繼承Calculator 那就夠了 這樣寫以後呢 你這裡面不再需要去寫進去 這一些舊有的Calculator裡面的內容 所以關於加減乘除這四種計算 你都可以不需要在advanced calculator裡面 去把它包容進去 完全用不著 我們就只需要添加一個advanced calculator 所比較特有的內容 也就是密次方的計算 把它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那只要我們寫上一個這樣的一個符號 那就表達出我們新的這個class 它具備有這個舊的class的所有的內容 因此在這個使用這個新的class的時候 我們自動的如果需要有Calculator的內容的話 我們會去取用Calculator裡面 相關的function來應用 因此這個就是所謂的繼承的這個觀念 那麼這個繼承的這個關係 它事實上是可以有一些階層的這種觀念 例如說A class是一開始基本的class 然後我們就衍生出類別B B class B class繼承A class 再來就是C class繼承B class 所以有這樣子一個 一個階層的這個關係在裡面 那類似這樣子的這個階層的觀念 那麼表達成這個實際的 這個類別的含義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這一張表格 那這張表格說明物件類別等等的關係 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假定A類別它有兩個內部的成員變數 一個叫做Data1 一個叫做Data2 對於classA來說 它的成員變數是Data1跟Data2 那其他的方法當然你應該把它列進去 那這裡我們就先不看它 就假定它考量的就是兩個成員變數在這兒 那麼B class它繼承了A class 那就代表說這個B這個class 它應該也擁有A類別裡頭的Data1跟Data2 另外這個B類別的地方 它還有一個它添加進去的新的Data 所以叫做Data3 那麼所以對於B class來說 它裡頭就有A的Data1 A的Data2 以及它自己加進去的Data3 那麼對於C類別的話 它繼承了B class 而B class又繼承了A class 所以對於C class而言的話 它當然具備有A的Data1跟Data2 同時它也有B的Data3 再其次我們再來C這個class裡頭 還有它自己的Data1跟Data4 好 你注意雖然這裡這個Data在這裡叫Data1 然後C包容它 可是它自己有一個Data1 可是你要曉得說 這兩個東西在電腦裡面 它是會變成是不同的名稱來處理的 那因此在這一個繼承的過程裡面 我們會碰到幾種特別的狀況 那第一種狀況的話 就是說它的成員變數 它的名稱也許會被重複使用 重複出現 那重複出現的時候 對於成員變數來說的話 A裡面的Data1、Data2 跟C裡面的Data1、Data2 以及它自己的Data1 那這些東西都是會被看成是 不一樣的這個成員變數 那主要的方法就是變異的時候 它們會對應到這個不同的這個位置 地址去 那它們自己內部可以把它區分開來 所以這個是成員變數的名稱相同的時候 我們就不用擔心 編譯器會自動處理這種問題 比較麻煩的是這個方選的名稱 如果相同的時候怎麼辦 那方選的名稱相同的時候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說明 它是一個後面背後有蠻大的一些考量的問題存在 我們等一下再說明 好 那在這個地方 我主要說明的 就只是說這個繼承的時候 那事實上 這個它是臉 這個成員變數 以及它的所有的Member function 是全部都繼承下來 全部都繼承下來 好 那因此 如果是像剛才這種情況的話 你所繼承的這個DataMember名稱 也許會有相同的時候 那你所繼承的這個Function名稱 也許也會有相同的時候 那Function名稱相同 我們就是接下來會考慮到的 關於這個多型等等的概念 會用到這種情形 這我們等一下再說明 好 那我們所以來看一下 當我們有剛才的C B A 三種Class的宣告以後 那將這個圖宣告以後 那麼我們在主程式裡面 主程式裡面建構起 A 物件 B 物件跟 C 物件的時候 他們在計算機的記憶配置裡面 是怎麼處理的呢 好 首先我們曉得 這個我們已經提到過 這個類別的這個情況的時候 當你產生一個物件的時候 那麼我們這個程式碼就會向 這個作業系統要求劃分一塊區域 來放置這個類別裡面 所宣告的成員變數的內容 好 那因此以第一行的程式敘述來說的話 那就是 A 物件 等于 New 一個 A 系列 建構式 建構起來的物件 對不對 好 那麼因此 依照Class A 的定義 他裡面的 Data Member 成員變數呢 是 Data 1 跟 Data 2 所以對於A-Class而言的話 List的這個指標就會指到HeapSpace裡面 分出來的區域Data1跟Data2 我們可以從Stack裡面 經由Stack的List指標指到Data1跟Data2的 作業系統主管的HeapSpace裡面的部分 這個是假定是當一個類別的時候 它的物件建構的時候 所對應的記憶區域的分配 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對於這個B-Class的時候 B-Class的時候有Data1、Data2 還有它自己另外宣告的Data3 所以在建立起一個B物件的時候 計算機它同樣的還是跟作業系統 要求一塊記憶的區域 並且把這個區域的地址傳回 可以給B-List的指標 在這個時候要注意的是 對於B-Class來說的話 它裡面包含了A-Class 所以A-Class裡面的Data1跟Data2要先產生 就是說你要產生這個B物件的時候 因為它繼承了A-Class 所以你要先利用A-Class的這個宣告 然後在這個區域裡面定出 A-Class裡面的Data1、Data2 處理完了以後 再回到B-Class的定義裡面 有一個Data3 所以我們再引進一塊區域 叫做Data3一樣放在這一塊區域裡面 把這一塊區域的地址傳回去 B-Class List的指標 這樣子就可以建立起這個B的物件 如果是C-Class的話 它包含了A-Class的內容 也包含了B-Class的內容 它也包含了它自己另外在寫的 Data1跟Data4 因此為了建立C-Class 你要先建立起B-Class 為了建立B-Class 你要先建立A-Class 所以在HeapSpace裡面 它的記憶體的區域的分配是這樣子的 先依照A-Class的宣告 定出Data1、Data2的區域 其次再回到B-Class的宣告 B-Class裡面包含了A的Data1、Data2 還有它自己的Data3 C裡面的B-Class是包含到這裡 最後C-Class本身 還有它自己的Data1跟Data4 因此對C物件來說的話 它到這個地方出來以後 那就才建構起了一個完整的C-Class的物件 然後把這個地址傳到C的This Class裡面 所以這個是很有系統的一套 記憶的處理的方法 C-Shop裡面它提供了很多現成的這些程式庫 那有的這些程式庫呢 它是不允許你去繼承的 因為它已經寫到那裡為止 那它就不希望這個我們C-Shop的使用者 在使用那一套這個內容的時候 還把它繼承下來 然後又添加你自己的東西 它不要這樣做 那所以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我們在宣告這個Class的時候 前面加一個Seal的Class 那就可以要求所有新的程式設計師 都不可以來繼承這個Class 各位回去可以自己練習 宣告一下Class的內容 並且你用那個C-Shop的Debugger來看一下 對於學生來說的話 它有的基本資料 就是學號和姓名 各位當然記得這個減號代表它是Private 可是研究生它當然是學生的一種對不對 那這學生的一種裡面的話 它一樣得要有學號 一樣有姓名對不對 那這些它學號姓名這些東西呢 是Student這個裡面有的 那Gradual Student的話呢 它當然也有學號和姓名 但是它繼承了這個Student以後 它在自己的Class這邊寫法的地方 就不必要自己再添上去 這些Gradual Number跟Name這樣的一個內容 你只要直接寫說研究生它會有什麼東西比較不一樣呢 就是它會有指導教授對不對 那因此指導教授還有Property 它的那個屬性得出來結果 可以把它放在這個地方 Gradual Student 好 那因此呢 你如果寫起程式的話 那大概就是這個宣告一個Class Gradual Student 然後兩點 然後Student 那它就會自動寄成Student裡面 關於這個Regist Number跟這個Name的內容 好 所以這個部分呢 就是這個寄成的這個觀念 好 那麼在這個剛才這個寄成的觀念的時候 那有一個地方 我沒有說得很清楚的 那就是說 這一個 當我們的這個Class 它在這個寄成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注意到 它的這一些Data Member 是宣告成是Private 對不對 那宣告成Private的時候呢 你要注意的 就是說你C這個Class 或者B這個Class 它們都包含有A Class裡面的Data 1跟Data 2 好 但是請注意 這個Data 1跟Data 2在A裡面 它的宣告是Private 所以BClass或者CClass 它裡面有A Class的這個部分 但是呢 它對於裡面的Data 1、Data 2呢 因為它這裡宣告成是Private 所以BClass和CClass 不能夠直接使用A裡面的Data 1跟A裡面的Data 2 你必須把這個A呢 當作是一個其他的Class一樣 透過它裡面的一些Function什麼東西 去拿這個Data 1、Data 2的Nail 這樣一來 這個Data 1、Data 2怎麼設定它的初值呢 好 那這就是我們等一下第三節要說明的 使用特殊的建構式的呼叫方式 來處理A Class裡面的Data 1跟Data 2 這個地方這樣解写的時候呢 我常常就有一個比喻 那就是說 例如呢 假定A是B跟C 這個假定是它的祖父代 這個A是這個祖父母的這一代 那B是父母的這一代 C呢是小孩的這一代 這個小孩它裡面的內容 當然是繼承自B跟A的DNA 可是呢這個要注意的就是說 那因此這個C裡面 包含有B裡面的這個Data 3 也包含有A裡面的Data 1跟Data 2 可是這個C這個Class裡面的物件呢 它不可以任意去取用 這個B裡面的Data 3 或者A裡面的Data 3 因為你必須要尊重這個A Class 還有B Class裡面 它的這個Data宣告 Data Member宣告 它本身的這個一致性 你必須尊重它 所以呢 當你要你這個C Class呢 不可以直接去取用Data 1、Data 2 或者是Data 3 因為這些東西都宣告成是Private 好 那你再來看一下 我們原先的加減乘除的例子的時候 它比較沒這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這裡面它提供的東西都是Public 所以這個Class既然對所有的東西都Public的話 那對於它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繼承它的這個紙袋 那個Child Class 那當然來說它也可以開放給它來使用 因此在繼承的這個架構裡面 那麼這個Public或者是Private的這個宣告 是滿重要的一件事情 同時它也告訴你說 那麼你即使是繼承這一個另外一個Class的話 但是對於那個Class裡面的這個所有的成員變數 或者是這個成員函式呢 你一樣的是不可以隨意去取用它的宣告成Private的這個Nail 那這裡我們有一個例子 假如說我有兩個很簡單的Class 這個BC代表Basic Class 就是作為基礎的這個類別 它是要讓人家去繼承的 那底下的這個呢是BC Class 那BC這個代表的是 就是Derived Class 也就是由Basic Class裡面 所衍生的Class 那麼在衍生的這個Class裡頭呢 顯然它繼承了BC對不對 好那繼承了BC以後 那我們看一下 首先我們可以呢 去建構起一個DC的物件 叫做D 這個沒有問題 好 可是呢 接下來這個DC裡面 那它繼承了BC 而BC裡面有一個 這個Public Class 叫做SetX 可以利用這個SetX呢 來設定Data X的Nail 那可以做的 那因此 我們在這個D這個Class 我們呼叫SetX的話 沒有問題 因為它繼承了BC 而BC裡面的 對外打開的這些Function 它都可以直接來使用 那因此 對D物件來說的話 SetX 對它來說也是一個Public的Function 所以我們可以呼叫它 那SetX等於3 但是你在看底下 Council.WriteLine D.GetX 那這個GetX呢 我原先是寫負號 就是Private 那麼如果你是Private的話 我們這個地方的 D.GetX呢 就會發生一個Error 那另外 如果我在D物件裡面 想要直接設定 BC裡面的 Private的這個Data Member 為77呢 那這個也是Error 因為 我們剛剛提到過 紙袋的這個Class 它不可以去侵犯到 它主代 對於Function 跟Data Member裡面的Public 或者Private的考量 雖然是繼承上面的這個Class 但是它對於Public跟Private 還是一樣的這個情況 所以呢 DeviveClass呢 不可以隨便去動到BaseClass裡面 宣告成是Private的這個內容 好 那這就有一個這個問題出現 也就是說 在我們實際這個寫很多程式以後 我們忽然有時候會發現說 紙袋的這個Class 這個Children這個Class呢 它有的時候呢 能夠取用這個Parent Parent Class 附帶這個類別裡面的Data Member的話 會比較 程式碼會比較容易寫 然後比較不會有問題 那所以呢 這時候變成是我們的這個Parent的這個Class 或者是Base的Class呢 那麼它有一些這個成員變數的內容 或者是Function呢 我們希望它可以對這個子女開放 但是不對其他的Class開放 那這種情形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說 我們可以在Data Member 或者是成員函數前面 加上既不是Private 也不是Public 你可以寫一個叫做Protective 所以Protective就是保護嘛對不對 所以就是保護狀況之下的成員變數 或者是成員函數呢 可以被它的Children Class呢 所直接取用 所以在這個地方 假如我們把GateX 設定成是Protective的話 那就表示這個Function是Protective 它可以被繼承它的Class所呼叫使用 但是不對繼承關係以外的 這些Class呢 來使用它 OK 好 那麼這樣的一個概念呢 就叫做Protective 好 所以以剛才的這樣的一個例子來說的話 那麼你寫這個程式的時候 我們就寫PrivateIntegerX對不對 然後呢 SetX是Public對不對 然後它是一個Void的Function 它把外來的X 設定成是它自己的X 再來呢 BC是要可能去繼承這個BC對不對 那麼在寫ClassBC的時候 它預見到可能會有很多的 其他人寫的這個Class呢 會需要來呼叫GateX 於是我們就把GateX呢 宣告成是Protective 那它宣告成Protective以後 那麼它的Children Class DC呢 它繼承BC以後 在它的Function裡面呢 就可以去使用這裡的GateX 否則的話 假如這裡寫的是Private的話呢 那這裡C等於GateX呢 就會是一個錯誤 就會是一個錯誤 好 但是我們現在宣告它是Protective 那因此在這個DC裡面 我就可以來使用 BC裡面宣告成是Protective的這個Nail 好 所以呢 這個東西就有一點點像我們這個 實際的這個家庭的這個組織 那這個很多的這個兒孫 那麼他可以取用這個父母 或者是祖父母的某些這個內容 可是對於他這個養老子用的保本的這些錢呢 那麼這個子孫呢 是最好不能夠去動到他 那所以那些東西就是Private 那如果呢 是這個每年預訂給小孩押稅錢的這些部分呢 那他就是Protective 因為只有子孫可以拿得到這些押稅錢 那這些父母 這個祖父母呢 對於外界的這個影響等等呢 那麼也不是這個子女或者子孫呢 能夠直接去應用 所以這個就是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的就是說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的就是說 假如有一個這個繼承的結構以後 那麼在建立起 繼承結構裡面的各個物件的時候 那他應該用什麼樣的一個方式 來這個產生我們所需要的這個物件 也就是說原先如果是一個單一的這個class 那麼我們呢 這個單一的class裡頭 你要去建構它很容易 你就是建構一個 去叫這個建構式 就可以產生你所要的這個建立起來的物件 對不對 好 可是現在呢 由於我們使用繼承的方式 來寫這一些新的程式 那這些新的程式你可以看到 我們寫的時候效率提高了很多 因為你不用把舊有這些class的內容 全部重抄一遍 你只需要寫這個新的這個class 跟舊的class什麼地方不一樣就夠了 好 那因此呢 這個我們以這樣的一個例子 來說明這一些在繼承 階層架構底下 他要怎麼樣去建立這個物件 好 那現在我們假定呢 我們有這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繼承關係 Animal 動物 Primid 是靈長類 另外一個是Human 那我們都知道 Primid 是Animal 的一種 Human 是Primid 的一種 它們之間有什麼差別呢 好 我們先來看 它們這三個東西的宣告 什麼不同 好 那對於Animal來說的話呢 只需要在Animal裡面 存放一個字串 叫做Species 就是對於動物的話 它是屬於生物命名法 建 門 綱 木 科 屬 種 裡面的種 它是屬於哪一類 因此呢 在Animal裡面 我就存放一個字串 來表達說 它是屬於哪一個種的動物 好 那因此呢 我們宣告了兩個建構式 一個是Default建構式 預設的建構式 那一個是正規的建構式 對於預設的建構式的話 我們這個Species 因為你很難知道說 它到底是什麼樣的動物的種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Species呢 把它內容填放成是Animal 如果是正規的建構式呢 那就是由外界輸入一個字串 然後我們把這個字串呢 設定成是Species 第二個我們來看的是靈長類Primate Primate的話呢 根據這個圖的話 它繼承Animal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classPrimate的這個地方呢 它會有兩個點來指示 這個Primate是繼承自Animal 那麼它跟Animal一般比起來什麼不一樣呢 它的特色就是說 它有心事Hard Chamber 那Hard Chamber這個東西是 它認為是靈長類的一個特徵 是其他動物沒有的 好 那因此它提供了一個Data Member 就叫做Hard Chamber 它在建構式的時候呢 要把注明它是Primate 在這個建構式的地方 我們注意到它也出現 兩點的繼承關係 而後面會有一個Base 在這個地方 那Base這樣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在建構Primate的這個物件之前 先要去建構它的Base Class的物件 那因此呢 Default Constructor在呼叫這個之前 要先呼叫它的Parent Class的建構式 然後再回來這一邊 那這個我們等一下再更仔細的說明 這裡Primate它的建構式裡面 放一個N的話也是一樣 那但是它去呼叫Base Class的這個建構式的時候 要把它的屬 因為它的Base是什麼 就是剛才宣告的 Animal 那Animal裡面的建構式 你要給它一個自串Primate 當建構這個Primate的時候 它先要建構Animal 那Animal裡面它的自串呢 它的屬呢 Species就變成是Primate 所以最後這個底下這個Human的話呢 那它是繼承制Primate 那因此呢 它有四個新房新式Human 然後建構式的時候 要先完成Primate的這個建構式 這一部分 我們等一下再仔細的說明 我現在先回過頭來看 繼承關係以後 那它的這個組成式是怎麼樣 來這個建立這些物件 好 那我們看 首先有一種動物叫Slug 那大概是一個類似像蝸牛一樣的東西 這我不太清楚 好 然後呢 這個Slug呢 我們說它是一個Animal 所以我們利用NewAnimal 來建構一個叫做Slug的Animal 其次有一個Animal呢 叫做Twitty 那Twitty呢 是一個Animal 但它的屬呢 就設定它是Cannery 金絲雀 兔寶寶的卡通裡面 裡面有一隻金絲雀 鬼靈精的那一個 那一隻金絲雀叫做Twitty 這個我們可以利用建構式 建構一個Animal叫Twitty 好 那再來 有一個Primate叫Gosilla 日本的護國神獸 Gosilla 那Gosilla也是一個Primate 再來呢 Human是一個Primate 但是它的Hot Chamber Number是4 那當然你也可以直接使用Human 來建立起一個Human的Object 變成Geo 這樣一個函式跑起來的時候 我們看一下這個程式嘛 首先我們看到的程式敘述是 Slug NewAnimal 所以這個程式寫下來以後 它所做的事情就是去找Animal的建構式 在這裡 ClassAnimal 有兩個建構式 一個是預設建構式 另外一個是正規建構式 那麼Slug在建立起物件的時候呢 它建構式裡面沒有給任何的參數 所以它用到的是Animal的預設建構式 所以我看到它就是用到這一個建構式 那麼這個建構式呢 它就直接在螢幕上輸出一行字 叫做Animal 空的刮鬍 所以這個沒有錯 所以第一行出現的這個字 是Slug 動物 它建立起來的建構式呼叫的結果 然後第二個呢 是推廷 它一樣是要去找Animal的建構式 裡面有自串的參數 所以它會跑到Animal這邊來 找到有自串的這個建構式 因此它會在螢幕顯示Animal 然後把這個自串的內容顯示出來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這個螢幕上面 它的第二行所出現的 就是Animal 刮鬍 Canary 表示是這樣的一個呼叫的方式 那麼接下來第三行的敘述 我們看到Gozilla 它是一個建構起一個Primet的這個物件 那麼在這個物件建構的時候 那麼你就要去找Primet這個class 它的預設建構式 所以我們可以來找到Primet的宣告 那麼因為它繼承至Animal 預設建構式呢 在要執行它的預設建構式之前 我們看到這裡 建構式這裡前面有點了兩點 Base 那這樣寫的時候就表示說 你先不要忙著去呼叫Primet的這個建構式 你應該先到它的Parent的這個classAnimal那邊去 然後在那一邊呢 就建構起一個預設建構式 所以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這個部分執行完了以後 再回到Primet這邊來 然後把Primet建構式給完成 這樣就可以完成它的Primet的物件 Gerida的這個建構 所以這裡呢 它會出現兩行 那第一行是 它跑到Primet的附帶 Base ClassAnimal的預設建構式 執行完以後 它才回來這裡 為它自己執行Primet建構式 好 所以這個是Gerida的部分 Human呢 也是建構成是一個Primet物件 所以它要先去找Primet的建構式 Primet的建構式裡面 Inage N作為參數的這一個 可是因為Primet是繼承字Animal 所以它要先呼叫附類別的建構式 所以就變成是Stream的建構式 所以它會寫出一行字 叫做AnimalPrimet 這個完畢以後 那才回過來再執行Primet自己的建構式 就是完成Primet等於式這樣一個東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程式的輸出這裡 我們可以看到先是呼叫AnimalPrimet 然後在Primet它先告它是式 就是這個建構式 好 那因此最後一行人類Human的這個建構過程 基有這裡 那一樣就要去找Human的建構式 那Human的建構式呢 那麼就是這裡 可是在執行Human建構式之前 要先去找它的附類別的建構式 然後把參數是式 所以它就去呼叫了Primet這裡的建構式式 但是在這裡我又發現說 它還有一個Base Class Constructor 需要去呼叫 所以它又跑到Animal這一邊 來完成這個建構式 那麼這個建構式完成以後 然後再回到Primet的建構式這裡 把Primet四個新式這個東西處理完以後 然後再回來Human這裡 把Human的建構式給完成 好 那麼因此這樣一來 它的建構過程裡面 那就應該有三個敘述出現 第一個是Animal宣告成Primet的這個東西 然後Animal建構完畢以後才建構Primet Primet建構完以後才建構Human Constructor 所以這就是當我們的這個類別 他們彼此之間是具有這種繼承關係的時候 那麼在這個進行這個物件的這個建構 那要很注意的就是說 這個你一定要把你的 如果你是一個這個繼承的 繼承某一個Class的這個類別的話 那麼你在這個建構自己的物件之前 要先完成這個負類別 乃至主負類別的這個建構 好 那這就是我們的這個關於繼承這個觀念 的這個討論 我們講到這個地方 好 我們先來看多型產生的背景 那它的背景呢 是在軟體開發的時候 那麼我們剛剛提到過 那個物件導向的一個重點 就是希望程式碼能重複使用 所以如果你希望某一段 程式碼能夠重複使用的話 那你可能會很容易就想到 我們這樣的一個 我們所寫的這個程式 就是它最好能夠符合 所謂的開放封閉原理 Open Close Principle 簡稱為OCP 那什麼叫做OCP呢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架構底下 我允許讀我這個程式的人呢 可以去增加新的單元的新功能 所以我們對新的功能呢 保持開放的態度 Open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要小心 讓人家加進來的新單元呢 不可以把這個原有的功能呢 破壞掉或者影響到 那因此對於原有功能的影響 要把它封閉起來 Close 那這就叫做所謂的開放封閉的原理 那麼這個OO的導向裡面 那麼它的多型目的 就是來遵循這個開放封閉的原理 好 那這個現在你覺得還有點抽象 那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 那你就會了解到這個OCP的概念 大概是怎麼一回事 好 我先來看 在視窗程式架構裡面 我們事實上面臨到一個問題 比方說那個我們的視窗裡面 它有一個功能呢 可以打開這個畫面的這個 這個空白的這個畫布 那麼它可以讓這個使用者 來畫出各式各樣的幾何圖形 例如這個圓形或者是矩形等等之類的 而且這個圓形或者矩形之類的東西呢 都是這個城市在跑的時候才臨時決定的 那麼因此如果我希望我的城市 能夠來畫出這個一系列的幾何圖形 那我們該怎麼做 好 那這個UML的圖形 它代表了一個 這個其中我們很直接容易想到的一個解法 各位來看 這個解法是怎麼樣呢 這很容易想到的一個方法 也就是說這個 我們就假設我們的城市 它要畫的這個幾何圖形呢 我們把它建構成一個物件的這個陣列 物件的這個陣列 所以呢 這個比方說這個城市這一次跑的時候 那麼這個陣列裡面 它的順序可能是 第一個是圓形 第二個是矩形 第三個是三角形 第四個是零形等等 那所以這是比方說某一次畫的 那下一次在執行這個城市的時候呢 它可能變成是第一個是這個正方形 第二個是圓形 第三個三角形等等都有可能 所以這裡一個重要的一個基礎的這個 這個城市資料結構呢 就是一個陣列的物件 而這個陣列的物件裡面 它可能是這個圓形 可能是矩形等等 好 那因此 這個我們的一個做法 就是說 好 那因此我設定一個class 叫做 shape 這個 shape 那這個 shape裡面呢 我有一個字串來表示說 我這個 shape 實際上是什麼形狀 所以這個形狀呢 可能是有一個 shape type的enumeration 那麼可能是 rectangle 或者是 circle shape 呢就是一個附類別 好 那麼我們所要畫的形狀 然後在這裡為了簡化 假設只有兩種圓形和矩形 那麼圓形跟矩形呢 都既成 shape 因此 當我們要把所有的幾何圓形 畫出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所有的圓形呢 都宣告成是一個 shape的形狀 那所以它是一個附類別 所決定的一個附類 那它叫做 list 假定從外界提供的這個program裡面呢 你決定好了 你要畫哪些形狀以後 那把那些形狀 變成一個 shape 的附類 叫做 list 那把 list 丟給 function 叫做 draw all shapes 把各種形狀都畫出來 那麼實際上 在 draw all shapes 的 function 裡面呢 實際上要畫圓 還是要畫矩形呢 那它必須要去檢查 這個 shape class 裡面 它的 shape 的 type 是 circle 還是 rectangle 我們前面講過 這個 list 裡面 它可能有些時候是圓形 有些時候是矩形等等 對不對 好 那因此真正要畫的時候呢 它從它所對應的 shape type 去決定說 那我應該畫一個圓形 或者說 我應該畫一個矩形 這個樣子 所以 program 這裡 再把它加上兩個 function draw circle draw rectangle 因此這樣做 我們就可以這個概念上 可以有辦法 這一個把不同的這個形狀來畫出來 那它的重點就是在於用紅框 框起來的部分 第一個 它的資料結構是使用一個 shape 的這個陣列 那這個 shape 的陣列呢 沒有辦法 shape 這個 class 物件呢 它沒有辦法直接告訴你怎麼畫圓 或者是畫矩形 但是它可以告訴你 你現在要畫的這個東西 是一個什麼樣的物件 那於是我們發現說 它原來是一個 circle 的畫 我就呼叫 draw circle 來畫這個圓 那如果它告訴你 它是一個矩形的話 那我就呼叫 draw rectangle 來畫出 矩形的形狀出來 OK 所以這個概念 是還滿容易想的 它的唯一跟以前的不太一樣的地方 在於說 雖然 circle 跟 rectangle 這些東西 並不一樣 但是我們可以把它 都繼承 shape 這個 class 然後使用 shape 物件 構成的陣列來告訴我們 應該畫哪一個圖形 在這個先後順序上面 該怎麼畫 好 所以這個是 這個它的一個類別圖的概念 那我看一下這個程式怎麼寫 這個是你的那個主程式的寫法 你可以看到 首先我們決定這個圓的圓形 叫做 center 是在 15 跟 20 的地方 然後舉行它的左上方角的坐標 是 30 跟 40 那接著我就建立起一個 list 這個 list 內容是一個 circle 還有一個 rectangle 這個 circle 半徑等於 2 圓形是在 15 20 的地方 那 rectangle呢 寬跟高 分別是 3 和 4 然後左上角是在 top left 所以這個 list 裡面 它有兩個形狀 一個是圓 一個是矩形 好 你要注意 那我們為什麼可以把它寫在一起 那是因為 那是因為 Circle 它也是一個 shape 它是繼承 shape 所以你把它當作 shape 是可以的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 list 裡面 把 circle 放進這個 list 裡面 那還有就是把這個 rectangle 也放到這個 list 裡面去 你注意到 circle 跟 rectangle 當它建立好到這個 list 裡面 我們就呼叫 draw all shapes 把這個 list pass 給它 然後把所有的形狀都畫出來 我們看一下 那它的總量畫這些形狀呢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說 用一個 for loop 把 list 裡面 所有的元素 都走過一遍 每一個元素裡面 我們先看 第1個元素 list 裡面的第1個元素 它可能是一個 circle 也可能是一個 rectangle 可是因為它們都是繼承 shape 所以你可以把它的結果 assign 給一個 shape 的變數 叫做 S 好 那這樣做這些事情 都不算太困難 為什麼我們前面講過 因為物件還有繼承的時候 它們的做法都是要在 heat space裡面 弄出它們的空間出來 因此圓形或者是矩形這些 子類別的東西 它因為有繼承一個 shape 所以它們還是可以把 memory 的地址傳給 S 所以就沒有問題 好 那傳給 S 以後 S 會告訴你說 進來的這個 list i 呢 它是所樣的形狀 那它可能是 circle 可能是 rectangle 如果是 circle 的話 那就畫這個 circle 那畫 circle 的時候 它必須使用的是 circle 這個 class裡面所寫的內容 因此我們就要把 shape 強制的轉成是 circle 這個 circle 剛才你做 list 給它的時候 已經把它的所有的性質 原心 半徑這些都存起來了對不對 所以就好像我們之前談到這些數位 數字的轉換的時候有沒有 如果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整數 那我想要把它改成是浮點數來應用 我就在前面加一個 float 刮弧就可以對不對 好 所以這裡也是一樣 我們這個 S shape 那我要把它當作是 circle 來處理 所以我在前面加一個 circle 然後去呼叫 draw circle 把這個 circle 給畫出來 好 那另外 rectangle 也是如此 那我們一旦發現說 shape 裡面的指示 告訴你說它是一個 rectangle 的話 那我就把 S 轉成是 rectangle 的形式 然後要求 draw rectangle 把它畫出來 所以這個是 draw all shape 的時候 是這樣子的 好 那 draw circle draw rectangle 這個牽涉到實際上要把這個圓 跟這個矩形給畫出來 那這樣的東西我把它擺在下一週 我們介紹視窗程式設計以後 我們的視窗程式設計裡面的最後一節 我會帶各位用這樣的一個類似的程式 真正的把這個圓跟方給畫出來 那在這裡我們使用的是 這個 console 的這種形式 所以我只要在螢幕上打出一行字 說 draw a circle 或者是 draw a rectangle 就可以了 那意思就到了 好 那真的要畫這個圓 真的要畫方 我們就等到下一週 我們討論這個視窗程式設計的時候 在這樣的一個程式架構底下 把這個圓形跟方形真正的給畫出來 好 那因此我就可以看到 那那個再來就是 UML裡面右邊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寫法 shape這個部分 它寫成程式碼的話是這個樣子 那就是一個shape type 你如果有一個shape type以後給它 它就把它裡面的type的變數 設定成是你所設定的這個t 所以這個class這樣的意思是很好寫的 好 那再來這個circle circle這個部分的話 除了它的半徑以及圓形坐標以外 你可以看到它的建構式 它的負類別是shape 所以當你給它半徑圓形的時候 它必須先找它的負類別的建構式來撰寫 所以這個時候你給它的shape的type 就是circle 這個enumeration的這個circle給它 那因此circle的物件 它自己所繼承的shape 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circle存起來 然後再把自己的radius跟center 跟外頭的radius跟center 然後把這個弄進來 給這個circle來存放 這個是圓形的形形 矩形的形形也是一樣 你可以看到建構式 然後這建構式要先執行 這個負類別的建構式等等 這樣的一個程式的寫法 那個重點就在於說 我們需要處理一個 某一個負類別裡面 它可能有好幾個不同的子類別 這些不同的子類別 我們都可以把它收進去 這個負類別的一個資料結構 在這裡就是一個正列 然後收進這個正列以後 然後我們把這個 處理這個正列的時候 我們可以藉由他們的負類別裡面 所存放的訊息來知道說 該怎麼對付這些資料結構裡面的 每一個元素 因為每一個元素都屬於 某一個不同的子類別 但是因為他們的負類別裡面 有一個自竄告訴我們說 應該怎麼樣去處理這個每一個子類別 因此用這種方式 我們可以做到我們原先想做的 畫出各種形狀的這種程式 所以這個乍看之下 這樣的一個做法是沒什麼問題的 看起來是可以達成這個目標的 可是我們如果仔細地進一步去想的話 這樣子做其實有一些不妥的地方 在以前沒有物件導向的時候 你要解決這種問題的話 大概都只能像剛才這樣子來寫 用那一種方式來解決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發現 它有底下這些困難的地方 最麻煩的地方就在於說 它的彈性比較缺乏 當然我們在前面提到過 我們在開發這個程式的時候 一開始不要太講究彈性 以免你程式碼寫不出來 可是當我們的程式進展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這個彈性的需求就出來了 而且這種彈性的處理的架構 常常也能夠讓你可以把程式寫得更好 我們來看一下 剛才的這樣的一個做法 它有一個很大的困難 什麼困難呢 就是說這個負類別衍生的子類別 我們剛剛看到的 就是圓形跟這個矩形 如果說我們現在這個需求有所改變 我們需要增加一個shape 例如三角形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限制說 它可能有哪一些形狀 對不對 所以它有可能會加進去三角形 或者是五邊形 六邊形等等這些都有可能出現 所以你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你很難說 在這個shape裡面 把它各種各樣的變化 通通都列出來 通通列出來之後 總有碰到哪一次狀況 裡面某一個東西 是沒有你原先沒有考慮到的 一定有 對不對 因此這個時候 當我們需要增加一種新的子類別 來處理的時候 例如我們需要加一個triangle 這時候怎麼辦呢 第一個 我們triangle還是要繼承這個shape 繼承shape以後 但是我們立刻看到一個地方有問題 在這一部分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在前面這個draw or shape的這個地方 我們在這裡就必須要再加進去許多不同的case 例如我一個case 然後shape type triangle draw or triangle等等 你必須要改這個部分的程式 改這個程式 好 你必須預見到你會有哪一些clubs 籍別出現 你才有辦法在這一邊 處理掉一大堆的這些東西 對不對 好 那這時候你可以看到 第一個 你要改程式 都一定要進到這個程式裡面 開膛破度 把這個地方 把他的這些其他case都寫出來 好 因此這個地方就造成一個蠻大的困擾 至於添加怎麼去畫舌頭 這個倒是還好的事情 但是重點在於說 必須處理switch的敘述 還有我們剛才的switch敘述是draw or shape 是畫東西的對不對 好 可是這個假如是你是一個畫圖的軟體的話 那你這一些這個形狀可能還需要有這個脫抑 伸縮移動刪除等等都要做 那這樣子的話呢 當你要增加新的一個演算功能 或者是一個新的子類別 那麼我們就要在這個地方 當你要畫東西增加東西的時候 在這裡就要增加新的敘述 然後你還得寫一個類似的敘述 來處理移動或者放大縮小等等的 這個處理東西 所以呢 你每一次要增加一個新的子類別 處理的時候 你所要花的這個功夫是蠻多的 那這就是為什麼呢 這一個我們所說的OCP 他剛才那個例子 他的這個寫法是一個破壞了OCP原理的一個做法 因為呢 他增加新的功能的時候 會影響到他原來的程式碼裡面 其他的這些功能 你必須把那個draw or shape這裡面 做這個詳細的這個修改 這一部分要做詳細的修改 而且這個東西呢 會跑到各個地方去 有的是伸縮的 有的是移動等等 都需要有一個這樣的一個 switch去數來處理它 所以並不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所以我們可以說 這樣子的一個這個問題的解法 他解決了問題 但是他違反了open close principle 也就是當你添加新的子類別的時候 他對於原始的這個程式碼 是有一些這個影響的 相當大的影響 那因此我們要來看看 有沒有辦法能夠把這個OCP的這個概念放在裡面 然後可以得到比較有效率的一個做法 因此物件導向的設計 就多加了一種新功能 叫做多型 這種多型 就只有支援這個物件導向的程式語言 才有辦法使用 所以如果你所用的語言 它裡面沒有支援這個polymorphic的概念的時候 你只好用我們剛才所介紹的 這個不太合乎OCP原理的方法去處理它 但是如果你的這個語言 它能夠這個處理多型的話 那就強力推薦使用這個多型的這種方法 當然它也有它的問題 我們等一下再看 好 來看一下什麼叫做多型 在剛才的畫各種形狀的題目裡面 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說這個程式碼裡面的所有的這個程式的 韓式的呼叫 先後等等這些東西 都是你在這個編譯的時候 你在編譯的時候就決定好 所以你到哪裡去應該怎麼呼叫哪一個函數 都是這個編譯器先幫你定好 那這個東西叫做compile time binding 或者叫做靜態連結 steady binding 也就是你的程式碼 它這個需要呼叫的 什麼時候呼叫 哪個方法等等 大家都是在compile的時候可以先決定的 但是這個如果說我們希望 那個剛才的這個問題 我再回頭看一下 這是這樣的問題 如果我們希望可以合乎OCT原理來執行的話 那這個它的一個辦法就是什麼 Draw這個東西的時候呢 我讓這個程式可以依據實際上 它要處理的是哪一個list元素的時候呢 來決定應該畫什麼 就是說在這裡呢 你使用一個switch的話 就是一個靜態的這個連結 那個compile time編譯時候的連結 如果說我在這個地方 我可以把listi的di這個元素呢 我可以直接要求計算機判斷說 這個東西是哪一個class的物件 然後我就到那個class去 依照那個class要規定的方法把它給畫出來 這樣子的話 我就不需要弄一個switch的敘述 而只要說在程式執行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讓它的執行環境自動依照你的list裡面的東西 是哪一個class 而它就主動的去找那個class裡面的 畫圓或者畫方的這個function去執行 把它圓或者方給畫出來 那這樣的一個做法的話呢 就可以大量的簡化我們的程式碼 那這種情形呢 我們就說它是一個執行時候的連結 或者叫做動態的連結 因為它是要程式碼跑到那個地方以後 才臨時依照這個物件 它是屬於哪一種class的這個物件 然後我們依照那個class的這個處理方式 在臨時讓這個計算機去跑到 那一個值類別裡面的這個function裡頭 去把這個function給完成 所以它跟那個class的這個function 之間的這個連結關係 是程式執行的時候 才臨時去這個銜接起來去執行 那這種就叫做動態的連結 runtime的連結 那它也是polymorphic基礎的一個機制 在那個地方 如果你希望我們的程式 要能夠使用這種動態連結的話 那麼它有三個基本的要求 我們等一下一個人來看 第一個要求就是說 你所要討論的東西一定是有一個負類別 跟好幾個子類別 而這個子類別可以隨時調整 甚至可以事後再追加都可以 那這樣的一個情形 就是第一個它要有繼承的這種體系 就是有一個負類別 然後有好多個子類別 然後我們利用負類別的資料結構 然後直接執行每一個元素的 依照每一個元素裡面所屬的類別 來做這個處理 其次呢 負類別裡面 我就跟電腦講說 我的負類別裡面 我有一個特別的function 它叫做虛擬的function 為什麼 因為負類別這一邊 它並沒有子類別的詳細的資料 但是它可以要求說 所有的子類別都必須呢 來改寫我一個虛擬的方法 這樣才有辦法說 我們在處理每一個子類別的時候 都有一個可以應用的方法 來複寫原先虛擬的類別 而來直接執行子類別的這個結果 好 那再來一個就是 你要能夠把所有子類別的東西 都用一個負類別的參考把它弄起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因為這樣講的話還是有點抽象 我們來看一下做個比較 好 我們剛才所說的方法呢 是在這個比較大的UML圖 這邊是跟它相對應的 我們剛才所講的 違反OCP的方法的圖形的solution 你可以做這個比對 首先我們來比的是 你看它還是有一個負類別 跟子類別的關係 這是一樣的 這個部分是一樣的 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因此它有一個負類別叫做shape 我們剛才的這個問題的方法 它也有一個負類別叫做shape 剛才這個負類別shape裡頭得要存一個東西 來知道說它到底是哪一個子類別 哪一個子類別這個樣子 好 但是在我們現在這種多型的解法 動態連結的這種解法的時候呢 我們的shape它不需要去存放標誌 說到底是哪一個子類別 不用 它不做這件事情 但是它這裡寫了一個 你可以看到我用寫體字寫的這個東西 Draw Draw在這裡是代表一個虛擬的function 這個虛擬的function裡面 可以做某些事 也可以什麼事都不做 重點是在什麼呢 在於每一個子類別 要繼承負類別的時候 它都必須把虛擬的函視 實做出來 所以這個子類別 它裡面要詳細說明 怎麼做circle的Draw這件事情 那Retangle它也要自己知道 怎麼去畫它自己這個Retangle 這個事情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這彷彿好像是 我們在領導一個單位的時候 你底下的每一個屬項 各自都知道它自己 該怎麼樣做什麼事情 這樣的一個做法的話 當然比你在這一邊呢 把這個該怎麼畫圓 怎麼畫方這些事情 都堆在主程式裡面 當然要容易得多 對不對 好 那因此呢 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比較一下 最大的這個差別 在於說 這個原來Program這裡 呼叫它的程式這裡 它有一個Draw on shape 可是這裡要畫東西的時候 它必須要在主程式裡面 來告訴電腦說 我要怎麼畫circle 我要怎麼畫Retangle 所以等於它把各種 值類別的處理方式 全部都放在這個主程式裡面 所以這個是很這個 很不Efficient的這個方法 但是現在這種多型的方法裡面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呢 Draw all shapes裡面 它把這個責任分攤出去了 它裡面就要求 shape的每一個元素 自己去Draw它的形狀 因此呢 對於主程式來說 它只有一個function 要做這些東西 而且呢 你即使有一些新的 子類別出現的時候 那麼這個地方 完全不需要修改 你也沒有Switch的敘述在這裡 完全都不用 這個時候這個程式碼就簡潔很多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做法 來 這個是主程式的地方 這個new shape2 我們去new一個circle 2跟central 還有retangle這個樣子 在這個例子裡面 我為了要強調程式的執行 是動態連結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告訴你說 list裡面的圓形跟矩形 是你在跑程式的時候 臨時再決定 臨時再決定 所以它會是一個動態的連結關係 而不是事前就在compile的時候 或者處理進去 好 那因此呢 這個時候我可以利用 結果是0或者是1 決定是要先畫圓還是畫方等等 那最後我們就是draw all shapes 那draw all shapes這裡你看 我只要讓list從0到它的長度 然後要求每一個元素自己去draw它自己 好 所以這個就是物件導向的一個 非常漂亮的一個運用 因為它把畫東西這個事情 這個責任分攤到每一個子類別上面 對於這個主程式來說 它完全不需要去知道怎麼畫圓 怎麼畫方 OK 好 你可以比較一下 這個我們剛才的這個ocp違反的這個情況 它怎麼做這件事情 你看它的做法是這樣 有沒有 它會根據這個list 它是哪一個type 然後再去呼叫draw circle draw rectangle 而draw circle draw rectangle這些東西呢 都是在主程式這邊 所以變成是你當有一些新東西要加進來的時候 運用你這一大堆class的人呢 他得要知道裡面的細節 知道說你要增加一個什麼東西 這裡就要再準備一個draw triangle 什麼等等之類的東西 好 但是你看呢 我們現在使用多型以後 draw shape這個部分呢 只這麼寫 list i.draw 所以這個list i裡面 到底是circle還是rectangle 它完全不care 它就是要你把每一個元素呢 自己去呼叫自己的draw 把它自己給畫出來 了解嗎 好 因此在這個地方產生了一個物件導向 非常fancy的一個功能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當你這個主程式在處理這些list的時候 這些list的時候 那一開始你所根據的程式庫 可能只提供circle跟rectangle 好 於是你的drawal shape是這樣做 那麼經過假定兩個禮拜以後 老闆跟你講說 我現在不只需要這個畫圓跟畫矩形 我還要能夠畫三角形 畫菱形 畫六邊形 那麼如果你用我們剛才原先的做法的話 那這時候累了 drawal shape裡面 那個switch要加好多東西 對不對 好 但是如果你採用polymorphium多型這個做法的話 你的程式在這個地方完全不用動 所以等於是我今天的程式碼 可以用在兩個禮拜以後才會跑出來的程式碼 很特別 對不對 那下禮拜我們介紹的視窗程式設計呢 它就是這個概念 為什麼這個視窗程式它可以 它沒有看過的視窗內容 它照樣可以把它畫出來 那幾乎等於是說拿今天的程式碼 來處理這個後天的這一個類別的程式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當我們需要添加新的class物件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program裡面的東西都不用動 完全都不用動 你只要去增加這些東西就可以 增加這些新的類別就行了 那這本來就是應該要加進去的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看說 這個怎麼樣可以 這一個讓電腦知道說 你加進去的東西 同樣是這個東西的子類別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這時候的負類別這個shape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重要的一個 新的這個關鍵字出來 就是virtual 我們的這個draw這個方法 它用的是寫體字 代表它是一個virtual的這個方法 那virtual的方法的話 意思就是說 我在這裡對於這個draw 也許有一些做法 但是實際上要畫的東西的時候 是要以它的子類別裡頭所寫的draw為準 而不是以virtual的draw為準 了解嗎 因此當我們的circle rectangle 它裡面要畫圖的時候 它就一定會依照它的半徑原心 自己去決定怎麼畫這個circle 然後怎麼樣去畫這個retangle 好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shape裡面的這個draw 這個virtual的東西 它存在的這個唯一目的 就是告訴你這些子類別 它應該要去實作出什麼樣的這個function 哪樣的方法是需要準備的 然後讓每一個子類別 自己知道 該怎麼去畫這個它自己 好 因此我們看一下 剛才是這個shape 那只要宣告它的draw 是一個virtual就好 那這時候 以它所對應的子類別 除了這些應該有的 它要保存的data member以外 它必須宣告一個 可以執行的function 像剛才這一邊的draw 它是一個virtual 所以它事實上是不會被執行的 那你要執行的東西 要必須是依賴它是哪一個子類別 來決定說該怎麼draw 好 那所以這些子類別 當它要去實作 draw這個虛擬的function的時候 它必須加上一個關鍵字 叫做override 那override就是複寫 蓋掉的意思 那所以這意思就是說 我在圓形裡面 我這裡所宣告的function draw 它會複寫掉 它的複類別shape裡面的virtual的function 那因此它前面加一個override 好 那這裡面就是要真正的去把圓給畫出來 那我講過因為我們是console 所以我們沒有真正的畫圓 但是下禮拜我們就會讓你真正的去畫圓出來 好 那還有一點就是說 這個子類別複類別之間 也可能是有一個好多層的繼承體系 所以如果是好多層的繼承體系的時候 在這些子類別呢 它的這個function也有可能依然是virtual 所以你的程式在compile的時候 就總要在執行的時候 總是要能夠找到一個實實在在 能夠執行的類別 它裡頭有這一個可執行的這個function採取 所以例如說我們的這個shape底下 我們可以有一個這個subclass 叫做polygon多邊形對不對 那polygon裡面呢 那它也應該有一個draw不是嗎 好 那可是這個polygon 還是一個很籠統的抽象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把那個draw宣告成是virtual 所以或者是不宣告 那它就繼續維持是virtual 那只有這個polygon底下再去繼承出這個 比方說Pentagon五邊形或者是Hessagon六邊形等等 然後那些在自己決定該怎麼樣畫五邊形或者六邊形 所以它的這一個在多型的這種裡面呢 它的繼承的這個架構的關係也可以這樣子看 但是一定要要求說實際執行的時候呢 這個一定有一個你的指類別 一定要是一個這個所有virtual的這個function 都已經被override 以後的這個結果 好 那因此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呢 這一個 rectangle的時候也是如此 有一個override它的draw這個樣子 好 那因此各位回去就可以練習一下 在我剛才的程式的專案裡面 我們加進去一個新的指類別就是triangle 那當然它要去繼承這個shape 然後它要自己有一個draw 那它的draw也很簡單 你就寫一個console說我現在在畫三角形這樣就夠了 好 那這樣一來的話呢 這個你就可以嘗試著這個使用這種多型的這個方法 來這個處理許多個子類別的這種狀況 好 那這個我們今天就講到這個地方 給我來說 但是這個看不出來 勃發去幾乎 什麼地方 等出了 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